財神到 財神到 好走快 不是喔 好心得好抱 財神娃 財神娃 問錢已成路 財神到 財神到 好走快兩步 得到他看起你 你有前途 WOW 雖然upload這條片的時候 應該只是農曆二十七或二十八 但也跟大家說一聲 新年進步 新春吉祥如意 身體健康 各位水瓶座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的朋友們 來到這個農曆精悅 你們的自身運勢會如何呢 基本上 就在你們生命裏面 一些很重要的男性角色 會對你們有些壓迫 令到你們有些事與願為 他們會幫你們做一些決定 但是他們說了事 你就沒什麼說的 什麼叫做生命裏面 男性角色 如果是職場的話 就是老闆 或者如果是家庭的話 就是那個父權 但是我想說 有時這個世界上 不是說性別騎士 都會有女老闆 或者是有些家庭都會母兼父職 但是這些我們都是當男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承認了社會上傳統定型的那個男性角色 對不對 總之這些人物 那個父權角色 或者那個老闆人物 都會做一些令你不太開心的決定 例如什麼呢 要解釋一下 我們看一看星圖 好了 你們現代的守護星天王星 就在若世金牛的二度 恢復信行 但是他剛好四分了這次的新月 就在你們冥宮的四度 OK 同時你們古典的守護星 土星 就合著冥王星在二三、二四度 在你們的十二宮 OK 這個土命相合 我早陣子都大輸特輸 OK 那我接下來呢 我接下來會開Live去講2020的開人秘笈 都會再講多次這個土命 對來著整個香港的社會 對整個世界每一個星座的人 注意些什麼 那個開運秘笈 OK 但是講回星圖那裡 基本上是因為這樣 所以那個男性會對你們做出一些壓迫 對你們會做出一些很大的改變 一個很大的舉動 OK 如果我只是講一些很小的事情 他們會做一些令你不順心的決定是什麼 OK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 那個老闆對於人工的調整 是令到你非常之不滿意 然後令到你會重新去思考你的career 這份工作我究竟還應不應該留在那裡 還有沒有得著呢 去給那麼少 加那麼少人工給我 或者還減少人工 真是當我 真是當我 好像有些俗 這個俗語都是 就是真的當我 臭屎嗎 OK 就是當我狗 OK 好了 還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動 那我又講回職場 可能老闆呢 要你去出一些 business trip 尤其是可能你一些不想去的地方 大陸 要你送中 OK 那又或者是可能要你遠走他鄉 要你做開荒牛 或者要你調你去另一個 office 要你調舖 或者要你經常走來走去 OK 那如果是可能是家裡的父親角色 可能要送你去外國讀書 OK 要一些小朋友的話 或者要你搬走 要你搬屋 有一些可能遠離那個family 諸如此類 一些比較大的一個變動 是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會令到你比較不高興 但是當然 因為 是的 因為人是喜歡慣性的動物 那如果忽然之間有這麼大的轉變 那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好了 無論如何 我只可以祝福你們 OK 魚耳吉祥 還有希望這個新春的喜慶 可以充走這些負能量 那你們可以是 樂觀積極一點去 去面對一些不同的轉變 OK 還有呢 記得去聽未來的那個2020開運秘笈 可能你們剛巧就可以食中這種能量去發展 是吧 還有有什麼疑惑的話 就找我塔羅千布 OK 最後再說一次 祝大家身體健康 新春進步